好继续待会看到凤林分局之前是受理民众家内遭窃 损失现金大约有4万元左右 那么警方是启动了鹰眼小组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范贤趁着被害人外出 因为出门时没有将门口的铁卷门锁上 就有机会潜入行窃 那么得手后就开始逃逸 那么经过被害人返家后发现家中失窃 现金新台币4万元不翼而飞 就马上向警方来报案 凤林警分局启动鹰眼小组成员 透过调阅道路监视画面确认嫌犯犯罪形象 并从入口监视器发现嫌犯是辖区内贯切 立即展开罪器 损失现金约新台币有4万多元 经本分局启动鹰眼小组成员 透过调阅并比对入口的监视器画面 确认犯贤系本辖辖内的履姓犯贤切到惯犯 随即开始展开追气 本分局侦察队的人员自现场踩证的时候 于犯罪地点附近发现履贤 并比对履贤身上的衣服穿着与作案时一致 当场令其交付所窃取的现金 并将失窃的现金全数的追回 全案自受理报案到追气犯贤 仅两个小时完成 全案依切到罪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于犯罪地点附近发现嫌犯 其身上的衣服与作案一致 将失窃的现金追回 全案从受理报案至追气嫌犯 仅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完成 全案依切到罪嫌移送嫌犯 至花莲地点署进行侦办 记者临结凤梨正采访报导